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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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fred 上星期终于出了上次台湾的旅行Vlog 未看过的快点去看 我自己看的影片都有一点掛着台湾牛肉面 既然是这样 今天就选这一间 九五牛肉面 大家未吃过都应该听过 这么多宣传 我们踏正六点走进去就没什么人 吃完饭走的时候就爆了 他们主打三个汤底加一款拌面 每一款可以选择不同的配料 例如牛肉、牛筋、牛肚等等 也有其他台式小食和饮品 还有鹽酥鸡 珍珠奶茶一看颜色我就心之不妙 大家看看 整杯东西呈现一种半透明的状态 摆明不够奶 喝下不单没有奶味 也没有茶香 只是有少少茶的苦劫味 珍珠又未煮透 好福啊 一般来说鸭血的血统都不太正宗 或多或少都会混合其他动物的血 甚至是其他成分 这条片就不说太远了 这鸭血做得非常烟硬 不会一夹就散 麻辣的味道刚刚好 不会太油太腸 我觉得挺好吃 这碗是鹽酥鸡拼鹽酥白叶豆腐 鹽酥鸡稍微干了一点 未至于说很粗很难捆那种 但就没什么肉汁 不够嫩滑 质地算是刚刚合格 味道就正常 不会太咸 白叶豆腐质地是很彈的 成粒鱼蛋 有时白叶豆腐是没那么彈的 这个我觉得好吃过鸡 这碟就是猪血糕拼猪耳 猪血糕即是螺米混猪血 汁地味道也很正常 我一向都很喜欢吃猪耳 今天这份我给很高分 竟然是入味 是吃到老水味的 真的很罕见 这碟小食38元来说 份量又不算太小 也算吃得过 主角出场 红烧牛肉面 78元一碗 以菜式类别来说 我觉得是偏贵的 不少朋友经常说吃铺租 我就不太认同这个说法 一碗面卖多少钱 是市场定位 商业区闹市一样有大快乐 有淡仔三哥那些 说一碗面 汤标榜没有味精 喝下都真的不口渴 调味不会太重手 牛味就没什么 最明显是有淡淡的药材味 但又不算很浓郁那只 面条弹牙得来滑溜 而且不会太吸汤 吃到最后几口 都不会浸到淋滑发晒那种 牛肉都有五个 大大块不会太沽寒 不过的位置就不算漂亮 大约有一半都很瘦很粗 整体也不够淋 时间差了一点 这碗三合一的价钱就真的贵了一点 日本拉面、越南牛河、台湾牛肉面 全部都追着这个价 如果迟些云吞面都买九十多元 就真的GG 三合一的意思就是有牛肉、牛肚、牛筋 都是那句 分量不算太少 贵得来都吃得饱 牛筋就好软好入味 是我最喜欢啫喱状那种 它的汁其实是豆干粒、肉醋、沙茶酱等等 混合出来 再加少少红烧牛骨汤 不过除了牛骨汤的味道 其他味道就很不明显 还有这个干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汁太水 根本就挂不到在面条上面 由于汁味道很淡 大家可以看到它淋滋很多 其实整个面一点都不干 完全不像拌面 设计上有些缺陷 不过不难吃 吃了不会生气 这家店的小食多出色 面都合格有余 这样的价钱吃这样的东西 今时今日在香港来说我都接受 这条片就说到这里 记得订阅给like打表情符号 下条片见 拜拜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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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 去吧 日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